快穿之反派又黑化了 作者裸奔的馒头 演播一刀苏苏 第769集 南巡的动作很快 快到只是眨眼的功夫 连专业的杀手都没有反应过来 他选择了最佳动手时机 黑衣保镖转身离开 功臣老子摸他的腰 臂膀在运行轨迹中 会部分遮挡他手上动作 借着这两个人重叠起来的遮挡效果 他躲开了屋中其他三个黑衣人的监视 把一早藏在裙子腰带里的 一根硬质钢丝抽了出来 然后猛地跳起 勒住对方的脖子 勒的时候已是转身 躲在了功臣老子的身后 此时屋中的四个黑衣保镖 纷纷地掏出枪 瞄准了南巡 但南巡不惧 他有功臣老子这个人肉盾牌 南巡动起手来毫不客气 他作为胖子巡的时候 力气就很大 现在瘦了下来 力气不但没有变小 反而比以前更大了 手上稍稍使力 功臣那神经病老子 便被勒得双眼翻白 刚开始 这神经病并没有把南巡当回事 当南巡将钢丝勒到他脖子上的时候 他的眼底甚至还划过了一丝不屑 他这么多年的穷奇门当家人 可不是白当的 别说这小丫头 拿的只是一根钢丝 就算是一把枪 他也有办法将武器 从对方手里夺下来 他要逮住不自量力的小丫头 然后让他儿子看看 他是怎样狠狠疼他的心肝肉 可就在钢丝勒上功臣老子脖子的同时 那尖锐的钢丝头也在他脖子上 划出了一小道口子 一阵头晕目眩感 瞬间洗了上来 功臣老子这老江湖立马就知道 那钢丝头上抹了药 让他浑身乏力的药 脖肩钢丝陡然收紧 这让功臣老子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 窒息的痛苦 难寻真恨不得就此勒死这畜生 但他不会 不管他如何畜生 他觉得这也是功臣的老子 就算要处置 也应该由功臣来处置 你以为我什么都没有准备 就让你绑来了 他尾音刚落 突然感应到了什么 脑袋飞快一偏 手臂一歪 连带着功臣老子也跟着一歪 忽闻哼的一声枪响 那四个黑衣保镖中 竟然有人朝南巡开了枪 南巡目光一灵 能跟在功臣老子身边的保镖 当然不是普通人 这种主子被挟持的事情 势必遇到过不少 他们枪法了得 趁着歹徒不注意 便能一枪崩了对方 南巡现在 在功臣老子身后勒着他 自然是注意不到 他的微表情或者小动作 他刚才应该是给手下发了指令 只是南巡这人跟枪 打过不少交道 对那个玩意儿相当的敏感 在那保镖开枪之前 便感应到了 那枪非但没有打中他 反而正中功臣老子的耳朵 看着那染血的耳朵 南巡嘲笑 哼 看来你的手下 比我还想要你的命呢 南巡 微微松了手 没有再勒着他 而是直接 用那钢丝的尖锐一端 对准了他的脖子 我没想着要你命 不然刚才就不是用钢丝勒你了 而是用这尖端 直接划破你的喉咙 叫你的手下 全都将手枪里的子弹取出来 并把空手枪踢过来 否则 这一次我就动争格的了 划破你的喉咙 只需要一秒钟的功夫 所以 别耍花样 南巡握着 那钢丝尖端 往功臣老子脖子里 刺进去一歇 那处的肌肤 顿时被扎出了血 功臣老子的脖子放松 连忙大口喘气 抬起没有什么气力的手 朝几个保镖做了个手势 那几个保镖略略犹豫后 将手枪的子弹取出来 并将空手枪朝南巡扔了过去 功臣老子一张脸阴沉至极 因为刚才被南巡那么一勒脖子 一张口声音嘶哑难听 是我小瞧你了 别对 尘儿看上的女人 怎么会是普通人 说得多了 那嗓子好了些 再怎么私定终身 也是要过我这一关的 你现在 这是对未来公公的态度 你刚才对我 又是个什么态度 那可是对未来 儿媳妇的态度 功臣老子恶心巴唧地道 儿媳啊有话好说 刚才啊 我只是为了考验尘儿 对你的感情而已 并不是真的要对你怎么样 我是那样的畜生吗 不过就是吓吓你罢了 若是一般人 还真可能持那么一两分 怀疑态度 一来老子要上儿子的女人 还想让儿子看活春宫 大概畜生 都做不出来这种事 二来他没有得逞 万事由他说 但南巡知道 他是什么德性 别恶心我了 你可不就是畜生吗 功臣有你这样的霸 那可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丫头啊 你既然知道 我是穷奇门当家 应该也知道 穷奇门是干什么寇荡的 我之前做的那些事 可都是为他好啊 生在这种地方 没点手段的话活不下去啊 尤其作为我的儿子 穷奇门的少当家 他更是要历经那些 非同寻常的磨难才行 要不是我的教诲 他能有今天 狗屁的教唤 你这神经病 快闭嘴吧你 南巡不想听 这个神经病叨叨 小八说 功臣已经来了 正在外面干架 按照规矩 穷奇门 自己人不能动刀枪 更何况 功臣还是少当家 所以那些人 即便要拦人 也都是赤手空拳 功臣不要命地打 就这么一路打了过来 砰的一声 门被踹开 南巡看到了 满脸血的功臣 他走得匆忙 身上还穿着学生制服 只是此时 那衣服已经变得歪歪斜斜 扣子在打斗过程中 被拽掉了 只留了一颗 上衣被撕烂了 一半挂在身上 露出的雪白衬衫上 全是血 看起来很是瘆人 那不是功臣的血吧 南巡下的手一抖 小八立马回道 哎呀 必定不是贼 全是别人的 不过呢 受了伤是肯定的贼 只是拳打脚踢的伤口 不见血嘛 也就他能赤手空拳地 将别人做得痛血呀 然后吐到他脸上 衣服上了 当然 还有 直接给人开瓢的血 血流了一地呀 难免沾上点 南巡自然相信功臣的实力 但乍一看到这么多血 还是有些心慌 此时 功臣发红的双眼 死死盯着南巡 好一会儿 把眼珠子才上下动了动 见他不仅没事 还特牛叉地挟持了那人 功臣紧绷的身体 呼得就松了 但他的表情 阴沉森寒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